美国劳工部6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4% 处于两年来最低水平 尽管如此 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个关键价格指标 继续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上涨 5月核心CPI连续第三个月上涨0.4% 潜在物价压力依然强劲 汽油价格下跌5.6% 电力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下跌 公用事业天然气的成本也较低 航空公司票价下跌3.0% 不包括能源的服务业上涨0.4% 与4月份的涨幅持平 但由于水果和蔬菜 非酒精饮料和其他食品价格上涨 食品价格在连续两个月保持不变后 上涨了0.2% 肉类和鱼类价格更便宜 而鸡蛋价格下跌13.8% 为1951年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外出就餐的成本更高 然而租金仍然年性十足 业主等值租金连续第三个月上涨0.5% 但随着一季度租金空置率升至两年高位 独立指标显示租金呈下降趋势 预计今年将放缓 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价格 在4月份小幅上涨0.1%后 上涨0.2% 而手车和卡车价格上涨了4.4%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几位政策制定者 已经明确表明 他们倾向于在6月13日至14日的政策会议上 跳过一次加息 同时仍为未来必要时收紧政策留下空间 美国东部宾州最繁忙的东西巷 主要高速公路I956月11日发生重大车祸 一辆油贯车失控撞上路桥 引发猛烈大火 整座路桥被烧垮 当局预估需要数个月才能重建路桥 让每天使用该路段的16万通勤民众必须改到 宾州交通局局长迈克卡洛尔12日表示 肇事的司机在北向车道 在试图转弯时失控 车辆测翻后油罐破裂 现在不确定油罐车驾驶是否超速 现场也没有找到其他车辆 当局已经在被撞垮烧毁的路桥残骸中 发现一具遗体 但未确定身份 宾州东南地区交通局表示 往返新泽西州Triton的早晨及下午火车 已经加开三个班次 交通尖峰时期一般班次则加挂车厢 已扩大载运量 I95高速公路将会双向封路数周 从加拿大经由波士顿 纽约和华府到佛州的路线也必须绕道 料将增加民众对飞机和铁路的需求 为了应对催化转化器盗窃案的激增 洛杉矶警察局LAPD推出了一项新技术 该技术将使窃贼更难窃取价值连城的排放控制装置 现在该部门正在推出一种手持便携式的 InstaEdge标记设备 有蓝牙功能通过高温喷漆自动调刻所有数字 汽车部件上还将印上洛杉矶警察局标记的模板 以防止催化转换器被盗 此外洛杉矶警察局还强调了几种防盗装置 包括催化转换器电缆罩和笼子 以及汽车报警器 洛杉警察局局长米歇尔摩尔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2023年洛杉矶的催化转换器盗窃案急剧增加 与2022年同期相比 2023年前五周报告的案件增加了406起 装有催化转换器的汽车之所以成为小偷的目标 是因为该部件含有很多贵金属 洛杉矶警局计划在未来每月举行一次时刻活动 让公众接触到这项技术 这项服务对公众是免费的 居民和企业主可以拨打323-561-3259进行预约 联合国援助负责人马丁格里菲斯6月13日表示 乌克兰蒂涅伯河上卡霍夫卡大坝决堤 将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影响 导致粮价上涨 这一季的收获和下一季的乌克兰农作物播种将出现严重的问题 他进一步强调 多达70万人依赖大坝后面水库的供水 如果没有干净的饮用水 这些人很容易感染疾病 尤其是儿童 据联合国经济学家估计 今年乌克兰南部的小麦、大麦和油菜籽收成 将因为洪水而完全损失 另据乌克兰官方称 由于卡霍夫卡水库的水位远低于克里米亚运河的水位 因此 克里米亚地区有可能在至少一年内将无法获得该水库的供水